梁哥,您的菜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菜单齐了 我叫唐君富 我来自香港 我一直从事酒店餐饮的工作 我是八般年来到北京 我的工作一般都是 把香港的餐饮文化带到北京去 比如说一些包圣吃肉 海鲜都是我们主打的菜系 疫情开始 我就一直在 在内地 我差不多有三年没回香港了 春节期间 我大概从大年三十到初一初二初三 我们都没休息 我也不打算休息 因为我把一些员工让他们休息去 因为我一个人过也没有所谓 尤其是过年 我们都特别的有感触 因为大家看见大家都开开心心过年 但是我的职业告诉我们 我们也要开开心心的过年 对于过年回家 我已经有三年的经验了 所以我都习惯了 逛花市 大扫厨 贴春帘 买年货 唐君傅说 虽然自己很早就来内地工作 但他还是会遵照香港的年节习俗过节 一个人的春节也要注重仪式感 年二十八呢 我们叫洗邋遢 年二十八呢 洗干净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贴春帘 贴灰春 还有那个塞红包 然后呢 开始准备过年的菜 一般我们都买那个兰花 还有一些大连山区买一些鲜花 还有插花糊 金菊呢 都代表那个 我们广东人 香港人叫 代个代类 就是金菊的意思 这些都比较小 香港是很大的一盘 是一个大金菊 年国家顺四四千 平安如意 一年也好 这个我要买回家的那个 一般呢 那个每一年呢 都换新的那个 这个也是一个风俗习惯 我们在香港呢 每一年我们都贴了 然后 然后主要那个 都是一些好的 好的那个 彩头的那个话 唐君傅说 在香港过年非常热闹 除夕当天 一家人团聚一堂 手碎到天明 第二天就会带着伴手礼 走亲访友 串门拜年 虽然现在因为疫情 无法归家 但是他也计划 在除夕当天 与朋友们聚会 庆祝虎年的到来 在香港的时候呢 在香港的时候呢 我一般过年呢 都会每家呢 都去拜年 可能一天呢 去两三家拜年 但是今年呢 都回不去了 回不去的话呢 就那个 现在那么方便了 就视频呗 在家里面那个视频啊 问候一下 那个 给他们一些祝福啊 哈喽 哈喽 吃饭了吗 吃饭了 你呢 刚刚吃完 喂 今年我又回不来了 啊 因为今年呢 疫情了 你也是啊 注意身体啊 青春常住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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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一年呢 那个 我愿望呢 就是那个餐厅的生意啊 正中路上 我自己呢 身体健康 早点呢 跟咱团聚 呃 在这里呢 我也祝大家那个 呃 容金胡莽 啊 呃 那个 早于那个 疫情 那个结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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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